乖乖看好了哈妈妈叫你爬树 静静点儿修好不要打慌子 先双臂保树 再双肘往上蹬 记得去要用黑心发力哦 乖乖真厉害快追上妈妈 但是你只能爬到这个位置哈 不能再高了 再高点儿就不太安全了哈 爬不动了哇 那妈妈拖一下你的皮皮给你住下里 不要爬太高哈 刚刚那个位置就可以下来了 嘿这个玩儿咋个不听话呢 说你只爬到这个位置就下来了 凡是不要得意忘心 要循序卷经 你现在还小只能爬到这个位置 再高就不安全了 老子说到啥你下不下来 不下来我就不得管你了哇 等你玩儿等下半下来不要哭哈 老子不求管你了 懒得管你 再管你的话你是我妈 算了你是我妈 小妈快下来了 再爬靠点儿真的不安全了呀 再不下来老子给你了二丝 蕊蕊带孩子是又热血又搞笑 是不是下面挂的这个小熊又喊救命了 所以蕊蕊妈妈来救他们 但是明显是救错熊了呀 蕊蕊把上面那只给薅走了 下面这只都快掉下去了 此时下面挂着的这个仔仔 类型肯定很无语吧 妈妈你救错熊了 该救的是我不是他 算了算了 妈妈不靠谱就只能靠自己往上爬了 蕊蕊把上面的这个仔仔抱过去 直接轻轻贴贴 举高高了 完全不管下面吊着的这只了 而且蕊蕊玩孩子 还自己玩兴奋了 玩得四仰八叉的 本来以为他这个养我起座 看到了现在还在挂着的这个孩子 要来救他了 结果蕊蕊只是过来打个招呼 然后又走开了 孩子呀 妈妈现在教你一个雄生的准则 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 要学会自救 所以妈妈现在就不帮你了 你要学会独立自己长大 妈妈看好你哦 加油哦宝贝 那妈妈就先撤了 我要去玩了 你自己慢慢上来吧 蕊蕊不愧是野二代 他应该是在教孩子一些生存技能的 蕊蕊的爸爸是野生救助的大熊猫羊羊 妈妈是野生救助的大熊猫乔 爸爸妈妈都是野生大熊猫 现在带着的是自己六个月半的蕊蕊仔 和该儿子咸咸仔 所以下面挂的是蕊蕊仔还是咸咸仔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